嘿 大家早晨 現在是6月19日星期二 早上8點42分 現在站在佐敦吳松街 48日這個萬年青酒店 如果前幾天的時候你看到有這個 信報 進來看看 韓國的信報也有報道了 那應該是鄧成波買入 鄧成波買入了這裡 裡面的樣子 這個萬年青酒店 是42至52號 Evergreen Hotel 說鄧成波2.5億就買入了這個大罐流一蘭子的舖位 說的Exactly是應該 你拍裡面大概只有一個知者 我給你拍裡面知道的時候 讓你看看整棟大廈 OK 整棟大廈給你看看 那在這裡呢 主要是Exactly 我稍微讀過新聞報道 阿強 你看而已 拍這棟大廈 那這裡是說的 2.5億就買入了這棟大廈的 剛剛的地鋪就是酒店的Lobby 就大概700多呎 以及1至4樓 總建築面積就是22,592呎 呎價就是11,000多元便宜 物業現在就租給這個萬年青 月租收入就是77萬 租金就是大概3.7厘 我在說的時候在轉給你看 走這邊 這個萬年青酒店入口 這個就是整棟大廈 走過來這邊的時候 向左敦道走 那麼甘肅街啊 這一邊的時候 這個就是北海街啊 寧波街啊 這個的 南京街又最旺 在這個角落給你稍微看看 那麼這裡說呢 就是這個物業呢 原本就是這個賣者大王 就是這個石鑑暉的後人就持有的 03年底的時候呢 就3,500萬買入 那時候便宜很多 那麼現在升了6點幾倍 好 你們來看看 因為本來不中街 這裏我以前也有很多舖 我都這邊 很多都賣了 但是這個 再看一看更大 那這個exactly 這個物業資料的時候呢 嗯 物業資料的時候呢 我看看現在 現在我 我正在找一些資料 那麼就說這個 地鋪就是792尺 那麼之後就5,700尺 5,700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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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4,700尺 上去樓上 那麼大家只有一個資子 不懂得付分 但是租金就77萬3.67尺 這裏回報 那當然很好 這裏回報 那當然 那和當年鄧屏波買入可以的 那就很厲害 那一辣的時候呢 那時候應該黃海鳴康出來一堆 那之前有些的虧樣 那 但是他們有點不多說 Anyway 在這裏 那OK的 這個位置 那這個萬年青酒店 和佐登呢 來著高鐵的效應 一大堆那些的 那些的內地的 的消費人啊 香港啊 這裡 你看裡面的照片的時候呢 都OK的 很不錯的 那你這個萬年青的時候 有時候說五六百元 我只看這個網站啦 四百元五百元 有些no window的double room 四百多元 long staying的時候 又五百多元 然後有些twin room 四百多元 family room的時候 八百多元 那真的都OK的 因為我始終香港都需要這些 那另外本身呢 鄧屏波 最近都做很多 三四星級的酒店 那他們一定有他們的方法 那好 恭喜萬家 恭喜萬家 那非常好的投資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